期待已久的电影《梅艳芳》 相信大家最近已经看过预告 和出的第一张海报 今天大家看到 坐在我身边很开心 请到梅艳芳的两位主角 来跟我谈谈 分别是古天乐和黄丹妮 黄丹妮当然是做梅艳芳 但我很有兴趣知道 古天乐故事 梅艳芳的两位主角 我做男班梅艳芳 我不新 我就是这样 我设演梅姐的梅艳芳 梅姐的所有白脸形象 都是她出自首筆 我设演劉沛基 如果熟悉梅姐 便知道这是她身边很重要的朋友 为什么你会肯接这个角色呢 首先我觉得她在梅姐身边陪伴她的成长 尤其有一场戏 我觉得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梅姐最后一场演唱会 她找刘培基 说她想完成她的梦想 是 那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她想嫁给她舞台 是 帮她做一套分纱 其实梅姐在过往 有这么多不同的形象 都比较大胆 创新 那时候来说很潜伪 都是刘培基帮的设计 你会不会刘培基 我不会 梅姐呢 梅姐见过一两次 都不可以说是非常熟 拿着这个角色 如何揣摩呢 因为我没有见过她真人 她找这些片段给她看 她的访问 或者我自己在网上搜 或者听朋友说 去揣摩这个人 但因为剧本本身 有一个既定的设计 所以我从这么多不同的资料 自己去揣摩 然后问一些相关人士 然后去演绎出来 相反 Louise 找你做梅艳芳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找我做梅艳芳 还有当时的压力相当大 说一下给我们听 我一直都没有想过 我会去摄触电影圈 这个范畴 但有一天突然之间 我Facebook Inbox 收到一个短信 问我去演组 我第一时间 其实我以为是网上骗案 即是你自己没有主动去演组 我没有 但我收到一个这样的讯息 叫我去演组 我以为是网上骗案 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懂 我立即上去网上找资料 一看之后 原来是这么大的公司 我非常惊讶 其实我一直都用一个 我很努力做陪跑的心态 我真心觉得应该不是我的 但我也努力做了 然后就收到 选中了我这个消息 我是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然后其实我走了老 我买了机票去泰国两天 然后躲在酒店房里哭了两天 我是很害怕 我心想为何它是我的 压力很大 我能不能够做得好这个角色 其实我担心了两天 然后我才沉淀我的心情 踏出酒店房那一刻 就好了 就决定我努力这样做 其实古仔我觉得 她也挺适合做梅艳芳 先不要说样子 她的经历是挺梅艳芳的 又是参加比赛 做了模特 你又是单亲家庭 其实很多事情都很相似 我都觉得她有梅艳芳的气质 你身为男主角 知道要和一个新人合作 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第一件事一定是问导演 他跟我说 他见过很多经典的人 你都觉得哪个是梅姐 都想知道 但见到之后 真心很放心 这个是外貌 实际上拍摄的时候 拍摄那时是怎样的 我有很多场戏 其实见到她 有时在我的住境 我家里也会有财访的东西 那些旧楼 那部电影有时也有很多东西 为什么不要笑 我晚上有时打灯的走开 有时那场戏没有只有我 有时见她转角位的旧楼走出来 我都会说 我已经说完了 你又知道吗 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 首先我想说 我不是梅艳芳 我们都很明白 很多人对梅姐 是外戴和有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是以一个新人的身份 透过梅艳芳这个角色 我演绎的角色 令大家了解更多关于梅姐的传奇一生 怎样带出梅艳芳这个角色 其实我是很感谢我们的团队 多谢江老板、导演、监制 他们找了这一位这么好的团队 无论化妆、整头和造型上 其实在外表上也帮助了很多 令我更有信心去演这个角色 你有没有教训新人吗 我没有这么说 但我觉得她已经很努力 其实也不用怎样教训 是吗 因为已经很好的 我想她之前做了很多功夫 很多细节上的说话语调上 形态上 但最难做的是要做到那个态度 是 有 唱歌、跳舞 之后有没有培训 导演、监制 他们安排了很多课堂给我的 无论是唱歌、跳舞、演戏 都有找不同最好的老师给我去学习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所以她特训 古生在现场其实是有教训我 有教训 要哭那一场 不是教训你 他真的有引导我 他有引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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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他说了什么 他之前说了一件事给他听 我再说给他听 我用这个道理放在身上 你便很容易释放自己 除了古仔 告诉你如何进入那个哭气 你其实是想到什么 令自己可以哭 我其实有跟古生有分享 以前我和爸爸的关系 也有说很多大家相处之间的遗憾 其实一直都是我心里的一条刺 某程度上 但是我 但是我 你单亲是 我是妈妈照顾的 妈妈照顾的 是的 爸爸很早就分开了 所以我的儿时回忆是比较模糊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多 那个场合他就有问回我 就是你想回你和你爸爸当时的回忆 然后有跟我讨论我当初分享的事 我其实是立刻因为很暖 好像罗培基对妹姐来说 又是好像朋友得来 又好像父女 就是很多种不同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令到我那一刻很感动 我是感受到他的暖 你真的很好 你带他入戏 有些演员不关我事那场就离开了 不会说带那个人入戏 他有戴着我肩膀和我说 我立刻 哇 还没录音 我已经开始眼濕 我又说不行了不行了 然后已经来来来来 然后就立刻拍了 所以古山的功劳是很大的 是的 多谢 你觉得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会拍一部《梅艳芳》的电影呢 其实我觉得 因为由香港70年代到80年代 整个娱乐市开始起飞 他是其中一个最顶级的人物 之外 就算去到后期90年代 或者去到03年沙士 去到后面 就算哥哥走了 你看到整件事都看到她 梅姐的一生都可以反映到 整个时代的转变 是 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美好的回忆之外 都是一个难忘的回忆 是 其实我也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呢 梅姐教给我们的精神 就是需要坚持 不要放弃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 是 对于Louise说 梅艳芳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她的人生态度 她那种不屈不撓的精神 甚至乎 如果时尚是潮流的尖 对她很有潮流触角 她那些很大胆创新的造型 去到现在其实 都是会流行这些 甚至乎我还很记得 她80年代 坏女孩时的造型 就是 戴黑超 穿中性衣服 很有型的 她是带起到那时候 女生可以有多些 不同的造型尝试 还有有一种反叛的风潮 被她带起了 我觉得很厉害 其实这部电影梅艳芳 是说梅艳芳 是哪个时期 至哪个时期的 小时候已经在临院唱歌了 其实都可以用 差不多都说了 差不多都说了 集中说梅艳芳 经历了一些感情事 一些江湖事件 甚至后面她患病 整个一生都大概说了 都很多 如果真的要说了 我想四个小时都说不完 整部电影都拍了 古仔你对新人的评价是什么呢 不要穿这么多高跟鞋 我都不喜欢穿高跟鞋 你多高 我179 响气度她不可以穿高跟鞋 最高是她 我尽量会穿高跟鞋 但是很好 你看到她的努力 就算有些场合很难处理 她也尽量面对 有时候好像哭了一场戏 真心恐惧 不是拍电影太多 因为有时候不是拍电影 很难的 所以我尽量可以多放机位 可以拍到几个角度 但是你问她有时候 一放完后一拍摄机 她知道她要哭 那个压力就来了 越逼越未必哭得到 所以你一定要跟她 拉近这些关系 给她多信心 这件事她已经做得很好 两位希望这部电影 大给观众什么呢 有什么评价 希望观众看到什么呢 我是给她这种 不屈不撓永不言败的精神 是很感动到的 希望大家可以秉胜到 梅姐的那份 这么坚持 永不言败的精神 延续下去 梅仔有没有补充 这个回忆是很重要的 过去时大家都觉得 很辉煌很辉煌 我不觉得 这第一个时候一定要留恋过去 但是的确 过往的东西很多地方 我们需要学习 通过这部电影 可以告诉大家 坚持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经不觉 梅姐离开我们18年 但是她所有的 唱歌 做戏 我们都很难忘记 尤其是刚才跟Louise聊天 她说虽然是年轻人 现在他们经常找回以前的东西来看 真的很好 很感谢你们 拍了一部梅艳芳这部电影 让我们可以看过她演出的回忆 或者对一些新的朋友来说 就是认识这位天皇巨星 我们都很期待着这部电影 快点跟观众见面 也希望很多很多人 会看这部梅艳芳 今天多谢两位跟我聊天 谢谢 谢谢 我把我自己嫁给你们 嫁给音乐 嫁给舞台